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南方护法联军迅速反击 于6天后的11月20日清取长沙 湖南都军傅良左狼狈逃犯 段祺瑞用兵湖南已是两广的讨伐计划 宣告失败 段祺瑞呢 实际上他是动用直系的军队 来跟南方对抗 但是呢 这个战争打起来以后 冯国璋他又暗中跟西南联系 那么冯国璋他不满意 段祺瑞动用直系的军队 来跟南方作战 所以实际上冯国璋实际上就是 就是暗示这个前方的直系军队要撤军 所以前方的直系军队 从这个衡阳那边都撤军 与此同时 护法运动风起云涌 迅速下降 和南方作战 和平解决这个军队 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撤退破壞了段祺瑞的 武力統一的計劃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計劃 就是首先控制湖南 然後再控制梁廣 那現在從湖南撤軍了 再加上長江三都 又抨擊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政策 這就惹惱了這個段祺瑞 他就威脅要辭職 今年11月22日 段祺瑞內部再次倒台 到底是不是批准 段祺瑞的辭職 那冯国章他要經過深思续律 那為什麼呢 因为段祺瑞的力量很強大 冯国章的力量也是很強大的 两者之間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 所以他要考量 什么时候批准段祺瑞辭職 这要是讲究政治的谋略的 不能够轻易地 就是冯国章要考虑问题 就是不能够轻易地跟段祺瑞撕破脸 当然如果逼到悬崖边的时候 他会断然的 会下命令要将他要罢免掉 罢免段祺瑞意味着冯段二人撕破脸皮 直完两戏公开分裂 1917年11月25日 冯国章颁布停战令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彻底破产 南北双方暂时霸兵休战 战火中的三江大地 也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而在冯国章的重拳打压下 事权如命的段祺瑞惶恐难安 几天后 潇瑟寒风之中 段祺瑞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天津 他找来心腹干将徐树征 紧急密谋 商讨对策 试图刺激再起 于是徐树征一计而行 开始东奔西走 1917年12月2日 在段祺瑞主持下 北方十都齐集天津 再次举行都军团会议 强烈要求冯国章 明令讨伐西南出生 在这次都军团会议上 出现了两个领风国章团的身影 一个是号称东北王的 凤系首领张作霖 另一个则是几天前 还通电全国 支持自己的直立独军曹坤 曹坤这个人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信仰不太坚定 谁给他利益 他就支持谁 比如说段祺瑞如果给他利益 他说那我支持你 支持段祺瑞 对 冯国章他说 我们都是直系的 我们要共同团结起来 要对付晚系 这个时候他又说 那冯国章我支持你 但是段祺瑞这个时候 承诺给曹坤 副总统这个职位 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 所以曹坤就竟然为之一振 他就成为主战派的 重要的首领了 所以他就支持段祺瑞 他要背叛冯国章 我发 특히诺瑞 一会儿 为你应该没有 做得更多的 他就说 就是你 要寻找国章 识判官方 这条你 不仅仅做 可疑 跟你 对付那种 丝不得 怎么赔 当然 那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18年3月26日 北洋后起之秀 处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率军占领长沙 段祺瑞在公开指挥 北洋军南征的同时 还加快了合法倒逢的脚步 这一天 他集三伙四招来了心腹徐树征 又开始了一番密室谋划 几天后 徐树征操纵临时参议员 很快制定出新的国会组织法 和两院议员选举法 风国章一看 段祺瑞又出狠招 便针锋相对 他以民国代理大总统身份 要求北南双方同时分别取消 临时参议员和旧国会 按照原来的国会组织法 和两院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 产生新任大总统 以强化自己的合法地步 政治人物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而言 他可以担任一个国家元首 就是他政治上高峰 冯国章的新主张一出 立即遭到段祺瑞的强烈反对 最让冯国章头疼的是 原在湖南前线的直立独军 曹坤带头发难 拉上北方十都联合通电 公开拥护段祺瑞 要求以临时参议员 代行国会职权 选举正式大总统 随后 冯国章的敌迹长江三都 马上出手 通电抨击段祺瑞 要求立即解散临时参议院 整理寺人物 列入京明拟状 身工的公司 进行 Business